冒死揭秘啊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催年轻人结婚生娃 太真实了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听完 俗话说党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而年轻人不结婚会侵犯到很多人的利益 因为不结婚的话 黄金珠宝首饰就没有人买 婚纱摄影更是无人问津 因为不结婚的话 奶粉玩具母音店吉他钢琴架子鼓等全部课外班 全部都要倒闭 因为不结婚动物园游乐场海洋馆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 也全部都要关门 不结婚的话 你就不用送老婆上班 也不用接玩放学 车子好像也没有买的必要了 房子就更没有必要了 租房子就行 如果没人买房 房地产和银行就没有钱赚 那建筑工人房产销售 银行资源等等都全部要失业 装修建材家具家电床上用品 也将变得无人问津 所以为啥全世界都在催年轻人结婚生马呢 因为有人才能消费 如果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所有人不结婚不生马 那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看负重的人醒了 安逸的人开始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